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定发大财的富贵首相 一 生命线清晰身长的首相长寿 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是生命线清晰身长的人 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 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 不用担心太多的 其实生命线清晰身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 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 不容易生病的 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 能做到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 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跟他人有争吵的 寿命真的很长的 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 二 手掌丰满红润的首相长寿 手掌丰满红润 是十分好的一个首相特征 相对的 有些人的手色泽暗淡无光 常常呈现干瘪状 首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下 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 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 相反 手掌甘点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 晚年还会病痛缠身 惶惶不可终日 三 手指纤细的首相长寿 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 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 福泽更是深厚 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 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 因为天生拥有着这一双心细的手 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 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忘夫的 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 四 掌心有志的手相长寿 志在面相和手相学中 通常被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标记 其位置和特征 常常被认为能够揭示个人的命运和性格特点 特别是掌心的志 在传统的相学中 它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吉祥的标志 象征着富贵和长寿 掌心的志 据说预示着持有者 将拥有一生的好运和成功 这种志的存在 被认为是天赋的标记 显示出个体在智力和决策能力方面的卓越 拥有掌心志的人 往往被描述为非常聪明和理性的人 他们在生活中的选择和决策 经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些人通常具备出色的人生规划能力 能够有效的安排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生活 使之协调发展 他们在面临重要决策时 能够保持冷静 从容不迫地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这种决策能力 不仅帮助他们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 而且在私人生活中 也能够维护稳定和和谐 此外 掌心有志的人 往往具有较强的财务管理能力 懂得如何投资和管理资金 从而实现财富的增长和保值 这种天赋 使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目标 享受富裕的生活 同时也为家庭提供充足的支持和保障 在人际关系方面 拥有掌心志的人 也常常表现出较强的社交技巧 他们知道如何与不同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 有助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脉网络的扩展 这种人脉资源的积累 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社会活动 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便利 总之 掌心的志 不仅是富贵和长寿的象征 更是智慧和理性决策的标记 它预示着 个体将拥有一个充满成就和满足的人生 无论是在财务上的成功 职业发展 还是人际关系的和谐 都能够取得卓越的表现 因此 掌心有志的人 确实被认为是注定要享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 生命线无分之的首相长寿 首相能看出寿命 生命线无分之的人 身体都比较好 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 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自己身体 基本从不会生病的他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 没有体验过被病痛折磨的他们 更会以积极运动的方式 想要把这种健康保持下去 寿命自然也就会长上一些 也算是很好的寿命长的首相之一 六 手掌很厚实 很饱满的首相长寿 在手相算命中 手掌厚实的人不仅才愿好 他的健康也是很好的 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 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 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 很薄 很僵硬 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 这样的首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 财运很差 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健康运势不佳 所以这样首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 但如果一个人的首相很饱满 很厚实 首相非常的有肉 这样的首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 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 身体健康 通常来说 生活中的百岁老人 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 可见这样的首相预示着你长寿哦 七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的首相长寿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 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番风水 在爱情方面也是顺风顺水 在顺利的人生里 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什么灾难 生里和心里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净 所以他们定能扶手双全 八 拥有段掌纹的首相长寿 这样首相的人 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感情生活当中 出现很多矛盾 因为在民间对段掌纹的婚姻状况 描述的都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 拥有段掌纹的人 他们的事业发展是会非常好的 前景非常的不错 能够吃苦耐劳 意志力坚强 平时也会注重身体机能的锻炼 所以经济条件好 身体状况也不错 也可以有足够的条件去保养身体 但是有段掌首相的人 确实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婚姻感情方面的问题 这大多是跟你的性格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对待感情固执 做事优柔寡断 不懂得变通 所以跟自己的爱人相处起来 会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困难 所以要学会多交流 多沟通 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九 贵人线交叉的首相长寿 当贵人线成交叉状 而且手掌的文献深且清楚时 那么说明这个人的运势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在事业方面 可得功名利路 能够白手起家 当然了 还有更好的一点 那就是这种首相的人 寿命一较长 他们很懂得保养自己 哪怕人生会经历比较多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心态一直都很好 而且很经常都能够收获到惊喜 所以他们的健康状态就很不错 能够活很长久 是 财运线没有断裂的首相长寿 一般来说 看人们手中的财运线 是能知道这个人的财运好不好的 其实与人们的健康运势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与人们对寿命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财运线没有断裂的人 他们的财运真的很好的 身体方面也会很不错的 消化方面也会很好的 平时的生活中能做到乐观积极的 不管是多难的事情 都能想到办法解决的 让自己赚钱有很多的 使得他们的生活是不用烦恼钱财的 对于健康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就是象征着长寿的 十一 两条生命线的首相长寿 从生理方面看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不管是体力还是精力 都是相当的充沛的 他们对疾病的抵抗 及免疫力超加 即使罹患了重病 也多能奇迹式地复原 所以平日里无需太过于担心 只要开开心心地做好自己就行了 就心里方面言 这种人的耐力及意志力都很强 是个不服输的人 因为懂得付出 所以婚姻上能够遇到一个 可以相伴一生的人 有了对方的照顾 他们也就能够更加地长寿了 十二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的首相长寿 首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 身后红润的 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 气势磅礴 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 逐渐流向掌底 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 不易患病 能长寿的首相特征 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 又成第二生命线 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 一般预示 此人身体各脏气运转良好 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 实施健康长寿的体格 此外 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 是典型的长寿的首相 可以长命百岁 一辈子好运 十三 有富贵文的首相长寿 大拇指头上有富贵文 整体来说运势比较好 呈上升趋势 天赋方面趋向于艺术以及心理学 事业上的成绩很大 待人和善 追求平淡的生活 不会计较名利及金钱 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 事业上小有成就 此首相适合创业 创业的话会一帆风顺 如果再加上首色看起来百里透红 且寿星症 则有着长寿的名正 一辈子好运 一个人活得久 不仅仅是因为有长寿的首相特征 还在于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惯 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例如早睡早起 经常断体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自然是可以长命百岁 当然还有心情开朗 没有烦恼 自然也是可以长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